好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老木 又到了各位最喜欢的新角色介绍和教学环节 OK本期的角色呢 理所当然是咱们的托马 托马这个角色用一句话概括就是 火属性盾角色 字面意思只有盾和挂火属性 其他任何能力都没有 没有伤害没有辅助 毕竟四星角色嘛 新的四星角色策划也是设计的相当的保守 不会像以前老的四星角色那样各个都超模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角色也是相当的保守 就只有一个盾的能力 一个比较明显的辅助能力要到六命才有 那么我们几乎就可以把它看作一个纯盾角色了 所以个人认为作用不是特别大 准确来说就是没啥用 OK既然是一个盾角色 我们先来看看盾有多厚 够不够我们手残玩家使用 好的这边有一个剩一部主持条 全生命28000血量的托马 命之作灵力 技能188 武器带充能的武器 西风长江 天空之己 四周星年什么的都行 毕竟它是80能量的大招 会比较缺充能 然后这边找个小宝 来尝试一下它的护盾厚度 OK可以看到开启大招之后 再开异技能 小宝一个踩 纹丝不动 一个牌 也没事 接着普攻叠护盾 好一拳 两拳 三拳 动 纹丝不动 证明这个护盾的能力还是可以的 起码不会特别薄 只要你不是特别的手残 一般这个护盾的程度就已经很够用了 具体到底够不够用呢 那就因人而异了 讲完了这个角色主要作用 咱们再来讲讲当前版本配对的问题 我个人推荐两个配对 一个就是胡桃 可以把中立留给另一对 或者没有中立的玩家 然后最后一个位置 还可以带一个风属性角色 来解决胡桃 没有办法独立减抗的问题 因为胡桃的话 你要用风属性减抗 你必须得开异技能 给怪染上火之后 再切封结色减抗 这时候胡桃异技能就进入CD了 所以操作起来非常不方便 所以这个时候 你在这个队伍带一个托马 托马可以给怪挂火buff 加开盾 再用砂糖减抗加精通 要用胡桃行丘输出 那么砂糖这个位置的话 你也可以带万叶 那么这边的话 就用砂糖来做演示 比较廉价亲民 首先托马QE 切砂糖减抗 切行丘上水 再切砂糖减抗开大 切胡桃 戳 相当舒服的一个循环 一般有小怪托马的这个大招能量就可以循环起来 如果你大招能量经常开不出来的话 如果武器是充能效率的武器还不够的话 副磁条多带点充能效率 或者直接十字杀部位也换成充能效率 公之杯和理直冠那些全部带生命值就可以了 充能够用的情况下 十字杀也可以带生命值 具体还是看你账号情况 磁条只有两种 不要推荐 一个是生命 一个是充能 不用过于追求生命 重点放在充能 先保证充能其余再叠生命值 因为托马有被动 可以用场上角色普攻来叠这个护盾厚度 因此生命值不用特别高 护盾量也已经够用了 所以圣一物这边推荐 二千岩二绝缘套 千岩套可以提高他的生命值 绝缘套可以提高他的充能效率 十字杀部位推荐充能或者生命十字杀 充之杯推荐生命杯 理直冠也推荐生命值 这边由于带了天空之己和充能杀 这个充能效率就来到261 是完全足够的 具体的话你们可以自行尝试 因为实战情况下 怪多与怪少所需要的充能效率不一样 那么80能量所需要的充能效率 一般在200上下浮动就可以了 具体数值看自己的圣物歪了多少 或者是充能杀和生命杀 哪个词条好 你就自行选择吧 这个不用很纠结的 够用就行 那么武器的话 推荐充能效率的武器 天空之己 西风长枪 特别推荐西风长枪 因为西风长枪 除了给自己带来充能效率之外 他的被动还可以给整个队伍带来充能效率 鱼叉的话就不是特别推荐使用 因为被动鱼叉加这个元素爆发伤害 托马这个角色是完全没有伤害的 不要有任何怀疑 我即时带了攻击杀火伤杯 爆伤头 把双爆五十一百六的大招打蒸发 还不到一万 只有七八千 用异技能敲一下都有一万 这个大招纯粹是就是为了开盾 真的不要指望他有什么伤害了 他就是一个盾角色 新的四星角色 海森的计划 策划做的是相当保守 如果天空之己和西风长枪 你都没有的话 那你就用其他的充能效率武器 锻造的视作心脸等等 有啥就用啥 不用纠结 主要目的就是能保证大招和盾够用 就这两点 无论你用什么方法去满足都可以 不要再在那里纠结 我带道光可以吗 我带和普渊可以吗 我带护魔可以吗 把自己仓库每个武器都问一遍 是不是 只要你满足充能效率和盾够用 这两个条件 随便你带啥 甚至你想打输出都可以 如果大招蒸发一下七八千 你也觉得够爽的话也行 养成游戏 自己玩的开心就行 那么命做的话 由于只需要盾 那灵命就是完全够用的 唯一有比较明显辅助能力的 就是这个六命 在刚刚那个队伍辅助胡桃 还有另外一个队伍 辅助萧的时候 有一定的作用 那不是真爱党 完全没有必要 甚至你不玩胡桃 不玩萧的 最多最多 还有一个萧弓的 也不抢中离的 这个角色是完全没有练的必要 可有可无 因为作用确实不是很大 砸进去的资源 大于所带来的提升 天赋推荐的话 大招和异技能对点 OK来到我们刚刚说的 第二个比较好用的队伍 那么萧的话 在他快速抽叉的 在他开大招输出的时候 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特别容易暴毙 用过的大家都知道 那么这个时候呢 在这个队伍里 塞上一个托马 既有双火队 加攻击力 也有托马保证萧的 这个输出环境 唯一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 托马盾 需要用普通攻击来叠这个厚度 实战的时候 注意衔接普攻就可以了 OK我们这边进行一次 萧的阵容演示 沙唐开大 班尼特开大 托马QE 萧开大 注意先接一下普攻 OK萧开大 打完之后 用砂糖给萧充能 一两下 接萧一两下 把能量球吃完 再接砂糖液一下 好吃完大招 接班尼特液 接托马QE 好先接一下普攻 接萧开大 这就是一个萧阵容的输出循环 注意托A一下普攻 我习惯的话 还是循环还是比较流畅的 OK这就是萧阵容的输出手法演示 那么除了萧和胡桃的阵容搭配之外 其他的阵容搭配 我觉得就比较一般了 就不一一略举了 基本在其他阵容的话 要么就是没有什么提升 要么就是不是特别好用 像昨天直播的时候 有很多小伙伴问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 我一一略举一下 比如说配神里打融化好不好啊 不可能 对吧 他这个火属性触发频率很低 而且也是弱火 神里的冰覆盖和大招频率非常的高 完全打不了融化 配香灵和万叶都很难打融化 更别说托马了 对吧 然后还有配雷神打超仔啊 超仔的话 怎么不打 不配香灵呢 配香灵的话 风火轮多少啊 雷神国家队 班尼特香灵 你把班尼特香灵拆成班尼特托马的话 那伤害只会降低 因为少了香灵的伤害 雷神不是特别容易暴毙的角色 护盾呢 感觉没什么必要 还有配甘雨打融化的 哎呦我靠 我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技能都不看的 甘雨的蓄力根本触发不了托马拉顿 等等之类奇奇怪怪的问题 我都在直播当中一一做了解答 好 目前就萧和胡桃的阵容 有比较明显的好用的迹象 这边仅代表个人观点 其他阵容的话 这是个开放性游戏 各位小伙伴自行配出了好用的阵容 自己玩得来玩得舒服 那就是你自己的T0阵容 你不能强迫别人的思路和你一样 也不能否定别人的思路 毕竟这个游戏强度最高的东西 就是深境螺旋 而且深境螺旋的难度实在是太低了 各种五花八门的套路 只要练度高你就能打满 那你也不能说他这个队伍烂 但是他就是能打满 你能怎么低 对不对 那么总的来说就是一种情况 有练萧和胡桃 缺护盾保护的 中离不够用的 托马练起来还是可以的 除此之外 没有玩萧 胡桃队里面也有中离 不抢中离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角色完全是不需要的 你的账号不需要盾了 用猫娘都已经够用了 那么完全是不需要练的 把省点资源为好 毕竟是一个四星角色 而且我相信 大部分人喜欢的是美少女角色 当然除了你想基建之外 你也可以练托马 好的 那么这里就是托马角色介绍 和教学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老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